好,我们进入我们的第二讲 我们刚才看过我们今次的五个讲 刚才十面埋伏十万伙吉是讲着 保罗的那麽多前后书的一个大图画究竟是讲了什么呢? 我们跟着这四讲其实都是回应教会分裂的问题 你如果去看看他在第一章第十节至十七节 已经开始讲这个教会分裂的增径和熟势的纷争的问题 结果他就用了四章圣经是回应这个问题的 我们再次看看这个问题,保罗怎么写? 他说,弟兄们,我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名 劝你们说话要一致 你们中间不可分裂 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的团契 我的弟兄们,隔来是家里有人曾对我提起你们 说你们中间有纷争 我的意思是你们各人说 我是属于保罗的,属于亚波罗的 属于基法的,属于基督的 你想想这四组人其实是挺有趣的 亚波罗我刚才说了,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他挺有幸的 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那些人就很贴心着亚波罗 甚至我们相信其中,因为他之后写 就是每个人为多少人受洗 可能亚波罗因为保罗很快就离开了 不然应该是保罗,他说他自己没有为很多人受洗过 可能是亚波罗帮他们受洗的缘故 基法就是说到彼得 如果你有机会去看《哥林多前说》第九章 他曾经说到彼得是有老婆的 然后彼得的老婆,我们相信 曾经与彼得一起去探过《哥林多教会》 而《哥林多教会》是支持他们的生活费的 所以保罗曾经有说,难道我不可以像彼得那样 受你们的支持,甚至如果我有个老婆的话 所以我们相信保罗、阿波罗、基法 都曾经在《哥林多教会》出现过 而被他们接受他们的牧羊等等 当然有另外一组就说我是属于基督的 保罗开始回应 保罗说,基督是分你的吗? 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 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 我感谢上帝,除了基理事报和该由以外 我没有给你们中任何一个人受洗 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的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明目受洗的 有没有? 有没有人还记得,你知道我是谁受洗的? 我告诉你,我是邓近辉受洗的 你知道吗? 厉不厉害? 我记得我回到香港的时候 我跟蕭秀环牧师 即是现在我们北宣的牧师 即是主要牧师 你知道北宣在香港很大 有七八千人 我跟他说 他计算了年数 那一年是唐近辉牧师 最后一次帮人受洗 你最后一次 所以 是不是有些人会这样的呢? 会说 因为谁帮我受洗 我觉得我特别蒙上帝祝福 可能当时的人是这样 可能 我曾为司提反哪家受洗过 此外我以记不清 没有给别人施过洗 因为基督差遣 我不是施洗 而是传福音 并不是用智慧的言语 免得基督十字甲落了空 保罗开始说 他们可能因为不同的人 为他们受洗 而形成了不同的群组 而保罗说 我不太在意受洗 我是在意福音 为什么保罗这样说 不是受洗不重要 大家都知道受洗是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 在保罗的信仰的教义里面受洗是重要 保罗怎么说呢? 因为保罗说 想说回福音的缘故 是因为保罗说 他们离弃了 保罗所传给他们的福音 所以之后 保罗所说的所有东西 都是和福音有关 保罗说 上帝参应我来 是说清楚福音给你们听 如果你现在还没听清楚 于是我想你再回去听清楚 不要想受洗的问题 好 我想带你回去看看这四组的人 他说 有四组 有人说我属于保罗 有人说我属于阿波罗 有人说我属于基法 有人说我属于基督 你先不要看基督 你猜前面那三组 是不是三组的大头的人 真的就是保罗 阿波罗和基法 你明白我说的 是不是有三个黑社会 一个叫做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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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基法 三个在那里抢靈 其实不是的 保罗自己有没有组成保罗党 当然没有 虽然他很生气 其实这些人是借保罗的名字 来组一个党派 你明白吗 其实保罗有没有份 完全没有份 你猜基法有没有份 比特多数都是没有份 基法已经走了 比特已经去了其他地方 假设阿波罗 也不是在那里组党的人 其实就不关保罗事 不关阿波罗事 不关基法事 当然不关耶稣事 如果保罗是 阿头马上把脑子散掉 所以这些人 完全都是借保罗的名字 借阿波罗的名字 借基法的名字 来做自己赏偉的动作 你明白吗 所以他很坏 这些人 四种人都很坏 他们是想借这些人 这些有名的阿头 来做一个赏偉的动作 所以我说 如果你这样看 他们表面是分裂 如果你做医生 你就知道了 有一个病人来 你问病人是什么病 他说我咳 咳 咳就不是病 咳是病症 咳是病症 如果你医生 咳咳我给你咳药 那这个是黄鹿医生 我都会做 他不是听病人 你说你什么病 我头痛 头痛没有 那你不是做医生 你做医生 你做医生 一定要继续问 除了头痛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东西 除了有没有睡不着 有没有觉得身体有不平衡的东西 我看看你的耳 看你的眼 然后说不如照一下脑 你知道吗 那就是诊症 所以他们分裂本身是个病症 那他们的病源 病根是什么 病根就是你去到后书 你听到他们 向往另外一个福音 那就是病根 你明白吗 为什么他们分档分排 因为他们要上位 为什么他们要上位 因为由头到尾 他们都仍然是那很多人 那很多人最喜欢就是争上位 于是他借保罗过桥 借基法过桥 借耶稣过桥来上位 于是到后面 当那些超级使徒出现的时候 超级使徒立刻做了他们的统领 你明白吗 我们再不需要保罗 我们也不需要再基法 我们也不需要阿波罗 不需要耶稣 我们跟着超级使徒去做 所以你看看这个 我们给到一个薯巾 上面外面那些是symptoms 是病症 下面才是真正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 他们的心 从头到尾都是在爱这个世界 所以他根本离弃了福音 宝太太有趣 他说我贬低自己 为了使你们升高 因为我白白地传上帝的福音 给你们难道 这算我犯了错吗 我剥夺了别的教会 向他们取了报仇来 效劳你们 他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保罗在哥伦多的时候 他是没有要哥伦多人的钱 当然我们后来都知道 哥伦多人都不是特别有钱 保罗为了不让他们有负担 他自己去工作 或者他接受其他教会的支持 而保罗竟然说 我现在白白传福音给你们 我现在犯了错 为什么呢 因为当那些超级使徒来到的时候 超级使徒收不收钱 收钱 而很奇怪 很多人竟然觉得 超级使徒收他们这么多钱 才是超级使徒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人家说 街上有两种手标 是特别能卖的 一种是港币10元 就是升币过半 另一种就是努力士 一是很便宜 一是很贵 最能卖的就是这两只手标 保罗是卖便宜的 那起初就很受欢迎 接着有一个卖努力士的 要购买他很多钱 都是标来的 接着那些人就觉得 这个便宜标 就没什么价值 于是个个走去超级使徒 令到保罗是很伤心 他们最根本的问题 不是分裂 你有没有再记住这件事 他根本的问题 是因为他们想争夺 他们想争备的机会 OK 于是保罗就开始用福音 去对抗他们的纷争 但是他的纷争 不是纷争和简单 而是熟悉 是他们要跟随 那很多教会的熟悉 所以保罗就用了四章圣经 我们怎么知道是四章圣经 我教你一件事 很棒的 因为第一章第十 anno 和第四章第十 anno 其实是对应的 我们怎么知道是对应的吧 第一章第十节 第一章第十节 说 所以我要求你們要效法我 這裡說我勸你們 這裡說我求你們 中文是不一樣的 英文也是不一樣的 原文是一樣的 這種我們叫做前後呼應 inclusive的寫作手法 寶羅一開始說 我勸你們要一致 最後我勸你們效法我 我勸你們一致 以致你們可以效法我 你明白嗎?所以最終的目的 就不是你一致就好了 不是找到一間新的餐館 大家都很喜歡吃的坐下喝杯茶 這樣就完成了 是要他們一致在福音裏面 然後再去 跟隨他 如果你繼續看下去 在十一章第一節這樣說 你們效法我將我效法 基督的樣子 要你們一致 不要再爭上位了 不要再爭這個世界裏面的金錢地位了 你們要一致追求天國 跟著我 效法我的樣子 你要小小想一下 效法他的樣子也挺慘的 是吧? 寶羅的樣子就不是很帥 你效法他 跟著我效法基督一樣 你記住這件事 所以我們很肯定 這四張成片是在一起的 我們現在要看的 只是一張十八至二張 其實我們今晚沒有時間 只是一二張 我們只是去到一張尾 我有個三點的大綱 我有個三點的大綱 一章 第十八節到一章 三十一節裡面說的是什麼 滅亡如絕 得救大能 十字架福音對於滅亡的人 是如絕的 對於得救的人是上帝的大能 第二 第二 猶太人要的是神職 希臘人要的是智慧 我們傳的是十字架 對於他們來說是半腳聲 第三 耶穌基督的仇架 是我們唯一要誇的東西 除此以外 別無可誇 最後我告訴你 什麼叫誇 耶穌基督 誇都會說 每個人都唱 是不是唱了一首歌 我就誇耀了耶穌基督 當然不是 我一會兒會告訴你 當一個人說 我誇耀主耶穌基督 或者誇耀上帝 我其他沒有任何誇耀的時候 這個人的生命應該是怎樣 你再問自己 你有沒有誇耀上帝 開始第一節 因為十字架的道理 在哪滅亡的人 是如絕的 在我們得救的人 卻是上帝的大能 我剛才已經說過 寶羅所面對的 不是一個普通分裂 不是兩個人不對 性格不不合 還是有些爭吵的問題 寶羅在說的是一個 整個高倫多教會 是朝向世界 相信這個世界 賞毀的福音 如果不是 寶羅不用一出來 就出了絕招 他第一節一出來拿過 Solution的時候 立刻急急腳 出了招十字架 不用這麼大劑 而且不單止是這樣 你看看他的用詞 是很絕的 他說十字架的道理 在哪滅亡的人是如絕 假設如果你今次不聽我說 不接受這個十字架的道理 你會成為哪幫人 滅亡的人 他不是說愛人 他在說你自己 他說你們出了問題 你們必須回到十字架的道理 如果你不回 你就等於走向滅亡的人 OK 在我們得救的人是 上帝的大能 這個世界只有兩種人 一種就是被上帝拯救的當中 另一種是被走來上帝 在滅亡的當中 這兩人對十字架的道理 有兩個不同的反應 第一種人會覺得他是如絕的 第二種人會覺得他是上帝真正的大能 保羅不是說普通的分裂 普通是說一個不一樣的福音 於是保羅用了十字架的道理 呼召他們必須要生死之間去回轉 用了很強烈的言語 用了四章的聖經來回應這件事 你說很多教會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我這樣說 我又不可以說他去到一個地步 是成功神學 即現代的成功神學富貴福音這麼誇張 但很明顯他們是被這些超級使徒所吸引 而這些超級使徒在說 如果你真的跟隨上帝 上帝會祝福你的時候 你的生命應該是向上的 不是向下的 你明白嗎? 因為保羅的生命是向下的 所以他說你看看保羅的生命向下 我們的生命向上 那你跟誰呢? 於是大家就吸引去超級使徒 我想說的東西就是 我覺得他們的神學可以叫做 人望高處水望低流的神學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其實他們在信一件事就是 我們為什麼要信上帝 人望高處 是嗎? 誰信神是想走下波的呢? 人生的路當然是越走越順越好 越來越上去 做人都是為了這樣 我們信耶穌也是這樣 這是一個人望高處水望低流的神學 問題就在這裏 基督徒不是人 你有沒有想過 基督徒是超人 你都看了我最後一張照片 是X-Men 我們是Advengers 基督徒是天外人 基督徒是天上人 基督徒是外星人 你明白嗎? 人就望高處 基督徒不望高處 這是寶羅最終的那張底牌 我慢慢地展示你 你看完四次 查經 你覺得不對 你再說吧 但我告訴你 寶羅有一張底牌 那張底牌 基督徒是不望高處的 而這些人 是運行在一個人望高處 水望低流的神學裏 所以他們就離開十字架的道理 就如經上所記 我要摧毀智慧人的智慧 廢棄聰明人的聰明 你現在看到經上所記 這個經上通常在哪裏? 《舊約聖經》 沒錯 《舊約聖經》 這個經上在哪裏? 經上是在以賽亞書第2章9章 其實他所引用的以賽亞書第2章9章第14節 替我們用第13節開始看 以賽亞書第29章第13節這樣說 主說 因這百姓已口親近我 用嘴唇尊敬我 心卻遠離我 他們敬畏我 不過是領袖前人的命令 漢亞 我要在這百姓中行奇妙的事 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 他們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滅 聰明人的聰明必然消失 我不知你明不明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你知道在舊約裏面的猶太人 其實是很不念的 是很不念的 甚至去到新約保留會說 不是所有受過國禮的都是真猶太人 真的猶太人是心裡受國禮的 所以舊約的猶太人 其實就是讓你和我做版 不要像他們這樣 我不知你有沒有聽過 大英姊妹讀了舊約之後 我們真的很像以色列人 我們也是很喜歡派那些偶像 經常都想著埃及 經常都想著加南那些偶像 感謝主上帝拯救了我們 你自己騙自己 如果你好像他們那樣你就死了 你千萬不要像他們那樣 因為舊約的以色列人的動作 是讓你做負面教材 叫你千萬不要像他們那樣 如果你說哎呀 我們真的好像他們那樣 不過感謝上帝 你下面那句和上面那句 其實是不對稱的 你如果像他們你就麻煩 千萬不要像他們 所以這裡講的以色列人 口仍然去敬拜上帝 其實他們的心是遠離他 甚至如果你看回歷史 你知道他們的心是朝向那些偶像 所以出埃及裡面 最大忌的東西就是金牛族 金牛族不是阿倫 把金銀珠寶爆出來的 是阿倫真的做的 那為什麼做了這些牛出來呢 那當然是抄埃及的神明卡 他們最喜歡就是埃及的神明 而如果你看回整個出埃及的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們很想回埃及 所以有什麼呢 有機會向他們投訴就投訴 沒有水喝又投訴 沒有肉吃又投訴 然後說我們以前在埃及大魚大肉 天天打邊爐都可以 老人痴呆 以前在埃及他們是做奴隸的 怎麼會天天打邊爐呢 但是他們說到埃及很好 因為他們亡不了你 那個你在哪裡呢 就是埃及人的神明 所以出埃及記 是上帝拯救他們從埃及的偶像之地離開的 十災每一災都是對付埃及一些重要的神明 當你這樣去看 你明白以色人最終的問題 他不是被埃及人奴役的問題 是被埃及的那些神明滯爪著 而他們出埃及之後 很想回去 不能拜神 真的很不舒服 無論如何都要喜歡回去 所以這些人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上帝說 對於這些人 我會行一件奇妙的事 我要將他們的智慧全部廢了 其中上帝做了什麼奇妙的事 上帝拆開了一個君王 但這個君王 跟他們想像中的 是完全不一樣的 是先他這一段的 以色列一直都等待的君王 沒有人會告訴你 他不是等待的君王 不過當耶穌出現的時候 耶穌是否像他們想要的君王呢 不像 所以他拒絕了 上帝說 我就通過一個你從來沒有想過的救主 就將你的智慧變成如絕 很多人害怕的 很多人害怕的 智慧人在哪裏 女民事在哪裏 者世上的辨事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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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豈不是已將者世上的智慧變成了如絕 既然世人憑自己的智慧不認識上帝 上帝就本著自己的智慧 是樂意直著人所傳如絕的話 拯救那些信的人 上帝的福音 十字架福音 是一個如絕的福音 我稍後再跟你說 為何今天 在新加坡也好 在香港也好 我們的福音好像不太如絕 我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 其實我們都很敢去傳福音 我們不會覺得很害怕 人家覺得我們的福音很蠢 我們不會這樣說 我們覺得 我們基督徒 有頭有面 是吧 我們有很多出名的基督徒 社會上都有地位 有金錢 有做了很多好事 很多學校都是基督徒 是吧 我想問問你 這個基督徒是甚麼問題 為何我們今天會搞成這樣 曾幾何時 信耶穌是一件如絕的事 真是如絕的事 是因為上帝祝福了教會 令到這個福音再不如絕 還是我們做了一些手腳 令到這個福音越來越靚仔 你明白嗎 啊 我們學了一些韓劇 韓聲 去製作融 於是就把福音做得很吸引 其實這個福音 已經再不是福音了 猶太人要的是神聖 希臘人要求的是智慧 我們傳的是被釘十字架的基督 對猶太人是半腳石 對外邦人是如絕 這個在說的是 希臘人是很講求那些哲學 我不跟你說那麼多希臘人的東西 總之對於希臘人來說 傳十字架 什麼罪得赦免的那些是 虛擬的 即是沒有什麼意思 也上不了位的 OK 不要管了 我想和你看看猶太人 他說猶太人要的是神職 於是十字架的基督 成為他們的半腳石 我不知道你怎麼明白這句話 猶太人要的是神職 其實耶穌行了很多神職 如果猶太人要神職 為什麼他不要耶穌 有沒有想過 耶穌行了很多神職 他是不是嫌耶穌行神職不夠多 想他再行多些神職 他就會愛耶穌 其實不是的 OK 我想和你看兩段神職 好像和這段神職 是沒有什麼關係 但其實是有關係的 其實猶太人要的神職 如果我說猶太人想要一個神職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想過 猶太人要的一個神職是什麼 其實猶太人要的一個神職 就是有一個將軍 可以帶領他們打贏羅馬人 你明白嗎 可以復國 猶太人做全世界最厲害 最上位的人 這個就是猶太人的一個神職 你明白嗎 我跟你看這段神職 你一定熟的 路加福音第24章 路加福音第24章 講到以晚五師路上有兩個傻子 在耶穌復活那一天 走回去鄉下 他說是耶穌的門徒 他們也知道耶穌曾經預言自己 那天會復活 竟然也等不及走回去 走回去 不再等一天 耶穌就顯然在他們的面前 在路上 耶穌問他為什麼你這麼憂傷 於是他就回答 就是拿撒勒耶穌人 人人耶穌的事 他試過先知 在上帝和眾百姓面前 說話行事都有大能 祭司掌門和我們的官長 警霸他解去釘在十字架上 但我們素來所盼望的 救贖以色列人的就是他 這個盼望救贖 這個救贖是什麼呢 就是打贏羅馬人 讓以色列人做全世界的大佬 OK 這個就是他們所追求的一個神跡 你看看這個很有趣 他說 摩利素來以為他是一個先知 這個先知是什麼呢 他說話行事大有能力 我告訴你 這個不是一個普通的先知 這個先知是誰 是摩西 摩西 你記得摩西曾經 在《教約聖經》裡面 即是死之前 他預言將來會有一個 好像他這樣的先知來到 如果你看一下 如果你有機會回去看 《少行傳》第七章第22節裡面說到 摩西說話行事都有大能 其實相處對著這個 他們很盼望耶穌是摩西以後 另外一個摩西的先知 為什麼呢 因為摩西除了先知之外 他還做了一件事 是不是 大以色列人打贏了埃及 出埃及 所以他們希望耶穌可以成為那個先知 大以色列人脫離羅馬人的魔掌 其實他們要的君王就是這個救贖 這是他們想要的一個神跡 耶穌有沒有給他們這個神跡 沒有的 所以他們要討厭耶穌 為什麼他們要送耶穌上上次教 我記得 在受難節的時候 我們在做受難節的崇拜的時候 有一個會友 他WhatsApp我 我就在看WhatsApp 他說 為什麼耶穌 這麼愛以色列人做了這麼多神跡 他們還要盯死他呢 之後我就回了他的WhatsApp 我說 就是因為耶穌做了很多神跡 但是耶穌有一個神跡不願去做 就是把羅馬人打倒 你有沒有發現耶穌做了很多神跡 其實打仗也是很有用的 譬如說他懂得依人 這個打仗很厲害 然後他做了一個五名二元的神跡 你知道量享是很重要的 打仗 所以耶穌其實是很有這樣的能力 可以幫他們打贏羅馬人 但是他不肯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有兩個兒子 一個就是資質平庸 有心無力 你一個兒子就能力超凡 但是靈死不屈 就是不肯做你要他做的成功人 你恨惡哪個兒子多些 那個是資質平庸 就是生氣了 就是生氣了 就是資質平庸 盡力了 但是如果你有一個兒子很厲害 但是他就是不肯聽你的話 去賺大錢 這個臭小子 耶穌就是個臭小子 他根本有能力可以幫他們 做到他們想要他做的事 但是耶穌拒絕幫他們做這件事 為什麼 因為耶穌在彼拉多面前說了兩次 他說My kingdom is not of this world 我的國度不屬於這個世界 你明白嗎 猶太人討厭他就討厭他這件事 他其實可以救他們 他可以做到他的那種成功 但是他不願意做這個成功 因為他的國度不屬於這個世界 現在哥倫多人在做這件事 就是這件事 他在离棄耶穌基督的福音 因為他在追求地上的榮耀 但對那蒙照的無論是猶太人 希臘人 基督總是上帝的大能 上帝的智慧 因為上帝的如絕 總被人聰明 上帝的軟弱 總被人光強 我想和你看看這一節 他說對於那些蒙照的 對於猶太人追求地上國度 那個神職的猶太人 耶穌基督是一個半腳石 剛才明白了 他說對於那些真正的上帝蒙照 無論是猶太人或希臘人 基督是上帝的大能 上帝的智慧 我想你想想 保羅在另一本書 有講到上帝的大能 上帝的大能 保羅在另一本書 會講上帝的大能 其實有兩本 不過你比較熟的 可能是羅馬書 另一本是《以不所說》 保羅很喜歡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 這句根據 我不以福音為此 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猶太人 後是希臘人 但我想和你先看這個 他說我不以福音為此 什麼叫不以福音為此 我們通常在我們的世界中 怎麼形容 我和一班同事吃飯的時候 終於決定祈禱 即是我不以福音為此 原來你是 是呀 這樣就不以為此 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如果你看看英文 是什麼 Not ashamed 你知道嗎 在2000年前的中東 東方的文化是一個羞恥的文化 shame oriented的文化 什麼叫做shame 什麼叫做恥 什麼叫做恥 恥 恥就不是一個內在的 很害羞的 或者很罵 恥是一個外在 當我們說福音 如果保羅說我不以福音為此 即是說 如果他真的承認自己 是一個福音的傳道人的話 其實在當時的環境裡面 他應該是會蒙受恥 你明白嗎 他不是說我不怕別人知道我是基督徒 他是說 因為他要做一個基督徒 因為他要傳播福音 他知道在當時的文化 在這個世界裡面 他一定會蒙受恥 而當時的世界裡面的恥慾 就不是人們 哎呀 原來你的基督徒這麼簡單 那個恥慾 是一個整個世界對你的迫敗 這樣說 保羅不單止讓他自己得到恥慾 讓他一家人得到恥慾 讓他整個民族得到恥慾 所以保羅一做基督徒 就會被他自己的猶太人踢出教 你明白嗎 所以保羅說 我 我甘願為福音的緣故 受迫伯 受恥慾 這是他在說的 他不是說我 我不會 我不會很shine 不跟別人說我的福音 他說這個福音 是上帝的大流 如果你看看的原文 是Dunamus 就是炸彈的東西 這個福音炸散了保羅所有的東西 我先說一件事 保羅未信主之前 他是一個很自宜的猶太人 福音炸爆了他的自宜 福音炸爆了我們追求世界的美夢 或者是碎夢 福音將我們所敬拜的偶像 全部都要粉碎了 但這個炸彈同時也是一種能量 你要在這個世界裡承受屈辱 你一定要有一種能量 你要carrying the cross 你要背起十字架 來跟隨耶穌 就要承受那種恥慾的時候 你裡面要有一種大能 OK 這個大能是喜樂的大能 你有沒有覺得保羅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他越被這個世界迫打的時候 他越起落 因為他內在有一種能量 是福音的大能 OK 所以當你去看過 《歌雄多前書》的時候 他說對於那些亡照的 這個福音 這個恥慾的福音 會成為在他生命裡 這個福音會是他一個大能 這個大能令他可以承擔這個世界會對我們的恥慾 但他在說很多人的問題就是 他們不願意承擔這個恥慾 所以他將福音改變了他 弟兄們 想一想你們蒙照按著人的觀點 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有尊貴地位的也不多 但是上帝簡選世上如絕的 為了使有智慧的羞愧 又簡選了世上軟弱的 為了使強壯的羞愧 上帝也簡選了世上悲賤的 被人厭氣的 以及那一無所有的 為要廢掉哪樣樣都有的 使煩血肉之軀的 在上帝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 我想和你很快看這個最後幾節 保羅在說 你們多不多人 其實你們當中有智慧 有尊貴地位 有社會地位 有錢有地位的人 其實不多 但是上帝簡選了你們 其實他背後有一個意思 就是對於上帝來講 錢和地位是否重要 你想想他的邏輯是甚麼 他說上帝簡選了你們 你看看你自己 就知道你醜了 你又不是有地位 又不是有金錢 你猜金錢和地位 對於上帝來講 是否重要 大家一起回答 不重要的 OK 這個邏輯是甚麼 其實金錢和地位 對上帝來講是不重要的 所以上帝也不會給你 你明白那個邏輯嗎 上帝覺得重要的 給不給你 當然給 但是上帝 在這幾節聖經裡說 你看看你們自己 如果上帝覺得 地位重要 智慧重要 權力重要 金錢重要 他會不會選擇你們 當然不會選擇你們 因為那些東西 對於上帝不重要 所以上帝現在 都不會再給你更多 OK 那上帝會給你什麼 你看看 三十節 但你們得以在 基督耶穌女 是本乎上帝 他使基督成為我們的智慧 成為公義 聖業 救贖 上帝覺得重要的東西 他全給你 上帝覺得不重要的東西 不給你 請問上帝覺得最重要的是甚麼 就是公義 聖結救贖 他有沒有給你 全給你 傻子 那你抱著這三塊東西 你就應該很開心地感謝上帝 但他不是 他看著這三塊東西 吃不下肚子 沒有胃口 那邊那些 嘩 很好吃 所以你知道他們完全錯了 因為什麼叫做福音 福音就是 上帝把他最寶貝的東西 通過他的兒子 全給我們 那些東西是甚麼 上帝的公義 在上帝以前我們是罪人 我們沒有辦法在上帝面前暫立 因為我們要恩信清義 一個人要恩信清義 我們以前在上帝面前死定的 被上帝的憤怒罩住 現在我們可以公義地站在上帝面前 我們在上帝面前可以成聖 不單止在上帝面前現在成聖 他會繼續在我們生命裡工作 讓我們分別為聖 成為祂所用的器皿 OK 第三 這個救贖在原文的意思就是 我們在街上被人賣東西 然後上帝出錢 把我們買回來 成為祂自己的愛奴 甚至後來成為祂的兒子 而祂說這些東西 就是上帝覺得寶貝的 祂覺得寶貝的 祂覺得寶貝的東西 祂給了你們 而祂需要什麼 祂需要上帝覺得沒有價值的東西 於是保羅夫叫祂 叫祂做甚麼 麻煩祂給上帝給我們的寶貝 那麽多人想要升級他們的生活 但祂找錯地方 祂想升級就是 祂的房子 祂的車 祂的文憑 祂的工 上帝其實已經給了他一個升級 不過祂有眼無珠 看不到那個升級 你明白嗎 但這個升級 你有沒有留意這幾樣東西 全部都是眼看得到的 眼看不看得到的 看不到的 所以 We walk by faith and not by sight 如果你看 寶貝後來 在《江麥多前後書》裏 We walk by faith and not by sight 不是眼睛看到的東西 眼睛看不到的東西 才是真正的升級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機會 有一次 你回去看看 這個寶貝在《以佛所書》裏面的祈禱 一開始 第一章 他有兩個很長的祈禱 第二章 也是一個很長的 我有一次 我在教會裏面 講《以佛所書》裏面 《以佛所書》裏面 是長氣兼離地 第一很長氣 202個字 是吧 第二最特別的東西 就是你看看他的讚美 他讚美的202個字裏面 全部都是眼睛看不見的東西 是很厲害的 如果你用一個教意識去分析 這三至十一節 你通常會說他是一個Trinitarian 他是三一的 他先讚美上帝天父的簡選 然後是基督 然後是聖靈 是吧 但如果你用一個 Lady的角度 就是一個普通人去看的東西 你發覺他讚美上帝的東西 他感激上帝的東西 全部都是眼看不見 手摸不著的東西 我說當保羅祈禱讚美的時候 他開了個天眼 我們讚美祈禱是什麼 數一下自己上帝 今年做了幾件好事在我身上 是吧 身體健康出入平安 全家富貴 Whatever 你喜歡想到的東西 所以我在美國 我最怕做牧師 就是感恩志 感恩志是我們犯罪最多的時候 因為感恩志那晚 大家的分享 就真的死了 如果上帝要顯靈的時候 我想我們出不到教會門口 因為我們的感恩 全部都是跟生活有關係 是吧 找到工作 找到房子 找到房子 找到什麼東西 完全不是保羅的祈禱 保羅的祈禱 是天眼的祈禱 是長氣離地的祈禱 保羅的祈禱 保羅的感恩 完全不是這樣 所以你去看前後書 他講的什麼 他說上帝給了一個 升級給你的 傻子 你經常去升級給那些 無聊的東西 上帝不會給你的 有什麼要給的 那些 要升級了的東西 已經升級了 麻煩你擁抱這些 於是最後的呼召是什麼 你要誇耀的該誇耀主 誇耀主幫你得到什麼 這些東西 好 如經相所說 所以這個經相在哪裡 我們和你很快去看看 那個經相 那個經相就是耶利米書 耶利米書第九章第23節 耶利米書說 如此說 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誇口 勇士不要因他的氣力誇口 財主不要因他的財富誇口 誇口的卻要誇自己有聰明 認識我是耶利米書 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愛 公平公義 這是耶利米書說的 他講的什麼 他不是說智慧人不要因為自己有智慧而誇口 勇士不要因自己有氣力而誇口 當然這些是例子 你還可以很多東西誇口 他不是在說這些 他是在說這些 所有東西 在耶和眼中是沒有價值的 但有一樣東西是有價值的 Knowing God 認識上帝 在耶和華上面得到他的慈愛公平公義 這個就是真正的財寶 所以他不是單單說有這些當然好 有智慧當然好 有氣力當然好 有財富當然好 只不過有了之後不要誇口 謙卑一點 他不是在說這些東西 他是在說這些東西 根本在耶和華上面沒有價值 不要追求這些東西 你要追求一件事 你要誇口一件事 你認識上帝 而在上帝裡面你得到他覺得最有價值的東西給你 這個叫做真福音 真信心 明白嗎 所以你說我們現在要不要誇口 要誇口 誇口什麼 誇口我們認識上帝 誇口我們的上帝 為我們預備了一個救主 是他的智慧 和這個世界的智慧是要相偉的智慧 他的智慧是耶穌基督受死受恥的智慧 而在耶穌基督裡面 我們得到一些眼睛看不見 手摸不著 但是在上帝眼中是最寶貴的 就是公義、聖結、救贖 我們要抱著這幾個東西 接著在不斷的讚美上帝 誇耀這件事 最後我想介紹一個人給你認識 這個人曾幾何時是很誇耀自己的 但接著上帝救了他 而他開始誇耀上帝 我想給你看一個真正誇耀上帝的人生 應該是怎樣的 接著你再問你自己 你是否在誇耀上帝的人 唱了個不算 這個人叫做寶露 好 保羅在比書裡面說過他自己從前所誇耀的 是他自己的公義 我想和你讀這幾次聖經 應當防備犬慮 防備作惡的 防備妄行自覺的 就是這些 效自己行為清義的人 因爲真受割禮的 就是我們這藉著上帝的靈敬拜 以基督耶穌為誇耀 你看到嗎? 保羅是誇耀耶穌的 但曾經何時他不是誇耀耶穌的 不依靠肉體的 其實我也可靠肉體 若是別人可以依靠肉體 我更可以 其實他以前就是那幫人 他就是靠自己肉體 是靠自己的志義 我出生後第八天 受割禮 是以色列人族 便雅敏之派的人 是欺白來所生的欺白來人 就律法而說我是法理賽人 就熱心而論我是迫白教會的 就律法上的而說我是無可指責的 我有bosting 我有誇耀就是我自己 指示 有沒有上帝已經拯救了他 他眼睛開了 指示我從前以為對我是有益的 現在因基督的緣故而當作有損的 不但如此我以把萬事看為是有損的 因我以認識我主耶穌為自保 他是在bosting什麼 他認識耶穌基督 正如耶穌委書那裡說 你要為什麼跨後 跨後你認識耶穌華 在耶穌華裡面得到他的公義等等 我已經凋棄了萬事看為奮土 要贏得基督並得以在他裡面 不再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意 而是有信基督的意 就是基於信從上帝來的意 即是保羅在基督裡面發現了 基督給他的意 接著他現在抱著他 他抱著那些意 他在那裡bosting 他在那裡誇耀那些意 使我認識基督知道他復活的大能 並且知道和他一同受苦 沒有效法他的死 或許我也得以死人中復活 你不要經常去解釋 每一節聖經講的是什麼 但我想跟你說 一個不誇耀自己的人 而誇耀上帝的人 結果就像保羅那樣 什麼叫誇耀上帝? 看一切為憤土 接著攬著上帝為我們成就的公義 奉上自己的生 甚至他要更加認識上帝 他不僅是我誇耀自己 我認識主耶穌基督 我更加要再認識多些他 我要經歷他復活的大能 什麼叫復活的大能 和他一起受苦 你想不想經歷耶穌基督的大能 你想不想經歷耶穌基督復活的大能 福音的大能 如果你說想的時候 其實你是說 我想和他一同受苦 The fellowship of sharing in his suffering 然後原來在受苦的當中 我們經歷上帝復活的大能 我想這個福音 今天我們教會不全 但是是在那裡的 很異形 我用一個圖畫來和大家總結 我想說的話 哥倫多禅書 在這裡和我們講兩種智慧 一種是屬天的智慧 一種是屬世的智慧 哥倫多禅書告訴我們 真正的智慧是上帝的大能 是上帝的智慧 是這個世界眼中看為如絕的 卻是上帝拯救的大能 我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這幅圖畫 這幅圖畫是 《教育歷史》裡面最舊的一個圖污 聽說是可能是公元200年左右 100-200年左右 在羅馬找到的 就是說有個人畫了一個這樣的東西 結果那些考古學家就滴歐了 這個畫出來是什麼呢 就是有一個人在敬拜一個釘在十字架上面 再不是人 是一隻王仔 然後下面寫著一件東西 是什麼呢 他說 Alex worship his God 這個我們相信 是Alex 是一個教徒 他是一個鄰居 他就笑了Alex 怎麼可以這麼傻子 去敬拜一個被釘在十字架上面的上帝 所以他不單止畫了十字架 他把耶穌的頭變成了一個牢 Alex worship his God 什麼叫做敬拜上帝 是承受羞 我不以福音為恥 不是代表我願意告訴別人 我是叫徒 我不那麼害羞 我不以福音為恥 就是說我願意為福音的緣故 承受恥 而這個恥是一個公開的恥 我願意負上上帝 但是今天 我們覺得一個這樣的福音 是太過難令人接受了 於是我們把十字架轉型 我們現在很厲害 今天的十字架不是拿來背 今天的十字架是做得很漂亮 今天的十字架 電影明星、電視明星、荷里活、巨星 全部都戴的 還有Tattoo都可以 今天的十字架 和2000年前的十字架 但是它意義上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明白嗎? 因為我們厲害了 2000年前的十字架 是一個羞辱的幾號 於是曾幾何時 我不知道是十九世紀 十八世紀 幾世紀 有人說不行 我們這樣很難賣這些十字架 不如把它弄好一點 所以我們今天所說的十字架 再不是以前的十字架 這是《格林多前書》對我們的挑戰 究竟我們要傳這個假的 還是傳一個真的福音呢? 好的 我們講到這裡 明天回來再試上你的問題 我還有一個簡單的祈禱 希望我們再次感謝你 雖然我們今晚過了六 或者我們真的掙扎去明白一個這麼超然的信仰 但求主你把這些圖畫都寄在我們的腦海中 讓我們真是擁抱 真是bosting 真是去跨擾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跨擾上帝 因為他通過耶穌基督 為我們得到公義、救贖和聖結 幫我們像保羅一樣 他的跨擾是把身體現上當作活際 唯有這樣的人才是跨擾上帝 如果我們只是唱一首歌 其實不代表任何的東西 真正的跨擾 是擁抱你的十字架 不以福音為止 幫我們 憐憫我們 在二十一世紀 一個繁華都市的紀錄圖 再次回轉 離開超級使徒的魔爪 去回聖經使徒裡面 真正的福音 讓我們今天晚上有好的休息 明天我們再來世上 這樣期待奉主耶穌基督明求 阿門 多謝大家